我是薛磊,来自Benchmarking Success咨询公司 关键表现指标,KPI,是最基本的商业管理和商业改善工具 正因为这样,你可能会认为大部分的企业都能够正确和合理地使用这个工具 很可惜,现实并不是这样 设立不合适的关键表现指标和基于这些指标的报告系统 将会措施衡量的重点和鼓励不恰当的行为 因为KPI通常和企业的讲诚系统紧密联系 不合适的KPI很可能会挫伤员工积极性和误导他们努力的方向 KPI首先应该和企业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从而保障整个企业组织和供应链的统一运营 如果我们用金字塔作为例子 商业战略目标应该是金字塔的塔尖 每位员工都拥有和自己职位相对应的KPI 虽然这些KPI位于金字塔的不同层级 但是这些KPI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企业战略目标 每位员工都可以从所处的层级 通过KPI向上看到金字塔的塔尖 从而知道所完成的工作 对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所做出的贡献 这样的逻辑可以应用于企业的供需关系管理中 例如和供应商或者第三方物流提供商之间的合同 如果同时使用一个鼓励第三方物流提供商控制成本的KPI 和一个鼓励提高客户配送率的KPI 并将他们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 就会造成第三方物流提供商无所适从 履行合同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 从而企业也无法实现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 Benchmarking Success的KPI流程工具 可以保证KPI的设置和实施是符合企业的总体战略计划 首先 这个工具需要考虑战略计划和客户需求 客户需求作为企业存在的原因之一 应该被考虑到企业的战略目标和计划中 一旦有了考虑到客户需求的战略计划 我们就要确定实现目标可以衡量的关键成功因素CSF 在确定的关键成功因素列表中 我们要衡量这些因素 现在的表现和表现所处的水平 进一步考虑这些关键成功因素 对于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性 在明确了关键成功因素表现和重要性的基础上 企业可以专注于最有改善机会的关键成功因素 从而确定企业需要为实现目标而采取行动的KPI 这个是从客户需求到战略目标 到关键成功因素到KPI的流程 是个可以重复应用在企业组织中不同层级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在金字塔的不同高度中重复使用 企业需要有力的KPI报告和管理方法 每个员工或者部门应该拥有这样的KPI流程工具 Benchmarking Success通过定时专家检查 企业内部基准管理和企业外部的基准管理 保证向客户企业各个不同层级 递交夺身定做的供应链KPI系统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Benchmarking Success 请联系Benchmarking Success